大家午安 大家好 八年前 當我被民進黨提名為2016年的總統候選人 在拳代會上 我告訴大家 選贏是為了要幫這個國家承擔重大的責任 選贏是代表我們向人民承諾的改革 要一個一個的兌現 八年過去了 幾天前 我看到在臉書上有一張稻宅沐浴車的照片 這一張照片有將近一萬個讚 超過四百則留言 我看到有留言寫著 這台車很有故事 很有愛 造福員的工作很偉大 跟有人說 近年來的長照政策 真的幫助了很多人 或許還有需要進步的地方 但無疑是往證券的方向來邁進 這只是我們執政以來很多故事的縮影 我要謝謝投入長照工作的夥伴 我們一起做出正確的事 大家的付出很值得 我要感謝台灣人民給蔡英文兩次執政的機會 擔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沒有忘記自己的承諾 我們的執政從改革踏出第一領路 雖然歷經種種的艱難跟挑戰 但台灣已經從十字路口 踏著自信的步伐 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兩個任期一路走來起起伏伏 有起有落 但是民進黨有團隊會做事 會反省 有任性 這不是蔡英文一個人的努力 我和林全 我和賴清德 我和蘇貞昌 還有陳建仁 和執政團隊所有的夥伴 我們融入於共 一起完成了許多的事 大家還記得 我們推動年金改革的時候 面對了多大的壓力 但我仍然要感謝 我們全體軍公教夥伴的諒解 我們完成了年金改革 讓年金財務得以健全 也讓國家的財政有更多的餘裕 能為台灣 為我們的下一代做更多的事情 大家還記得 我們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時候 遭遇到多大的杯梗 但是有了前瞻建設 我們今年跟去年的百年大旱 台灣沒有一個地方實施分區供水 我們是不是要謝謝我們兩位院長 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還記得2019年的5月17號嗎 即使當時民進黨剛面臨地方選舉的挫折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改革 蘇貞昌院長 蘇貞昌院長 當年給大家的鼓舞 民進黨再勇敢的一次 為國家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們在立法院通過的婚姻平權法案 本來下著大雨的台北街頭 天空真的畫出了一道彩空 我們謝謝蘇貞昌院長 一場百年大雨被沒有擊倒我們 反而讓世界看到的台灣 看見了一個團結的台灣 我要感謝台灣人民團結防疫 從防疫團隊到民間夥伴的共同協力 讓我們穩定控制住疫情 讓台灣的經濟穩健成長 我們也讓經濟成長果實和全民共享 我們加薪 我們減稅 我們增福利 我們不只是擺出過去22K的困境 股市上萬點成為常態 我們還改革了零股交易制度 讓小資族多一點 小確信 我們也讓台灣的產業走向國際 對美國出口金額翻倍成長 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跟貿易 創歷史新高 現在對中國的出口 將近六成是機體電路 台灣用強勢的產品翻轉依賴 現在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佔有一席之地 台灣的產業小而重要 小而關鍵 現在世界講到台灣就會想到科技 現在世界講到台灣更會想到民主 面對威權主義的擴張 我們不挑釁 不冒進 我們也絕對不會在壓力底下缺負 我們信守承諾維持現狀 致力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我們也堅守四個堅持 捍衛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共同的利益 這幾年下來 民進黨用穩健的執政證明了 台灣是區域安全跟全球供應鏈體系中 最可靠 最穩定 最安全的合作夥伴 這就是民進黨的韌性 受到支持的時候 我們不會照進 遭遇到逆境的時候 我們堅持理想 面對挑戰的時候 我們穩健的前進 當然 我們也不要忘記去年年底的挫敗 我們必須承認民進黨不完美 會犯錯 但是民進黨會反省 會改進 會快速的調整 疫情 通膨 以及全球經濟衰退 加重了人民生活的疏擔 所以在選後 我們提出了疫後特別預算 採取了一連串的措施 持續的來照顧人民生活 減輕人民壓力 除了補發六千元外 我們提供受到疫情衝擊的中小企業 和榮譽民朋友更多的協助 我們提出解決缺工的方案 加強留財酒用的機制 我們正持續的調整產業體質 持續的強化我們農村跟漁村的基礎建設 我知道大家很關心居住正義的問題 這幾年 我們多管旗下健全房市 我們修正了平均地權橋例來壓制炒房 我們的社宅發包新建加上包租貸管 總共20萬戶的目標可以達成 我們推動房貸支持的方案 以及投入300億元擴大租金補貼的適用範圍 預計會照顧50萬戶的租屋主 我知道這樣仍然還不夠 所以接下來 我們要擴大清安貸款 減輕手購族的壓力 我們要推動存房稅2.0 提高存房的成本 降低自助負擔 我們也全力支持賴清德副總統 也是我們的候選人 所提出的25萬戶直接興建設宅 加上25萬戶包租貸管 讓設宅規模擴大到50萬戶的計畫 再加上租金補貼 再加上租金補貼 我們預計總共將協助 百萬戶的租屋需求 居住正義這條路還很漫長 但是民進黨一定會繼續做 努力做 讓賴清德接手蔡英文來做 好不好 大家有TPAS嗎 透過TPAS 我們鼓勵大聲公共運輸來節能減碳 同時減輕我們通勤族的負擔 也讓都會區更為減壓 雖然選舉選輸了 但是我們所提的政見 我們就是要努力實現 這就是負責任的民進黨 大家說對不對 年輕同學和爸爸媽媽 我們賴清德副總統也是我們的候選人提議 我們行政院拍板 我們私立大學 私立大專 學校的雜費補助 每年三萬五 每年二月實施 大家說好不好 不只如此 我們還要落實十二年國教的免學費 放寬學貸生貸 還有還款的條件 這些新的措施 不但降低人民的負擔 也進一步落實教育平權 孩子的零到六歲 國家正在跟你一起養 接下來零到二十二歲 國家跟你一起挺 好不好 各位同志 台灣的國際處境非常不容易 但是經過台灣人民 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現在民主台灣與世界同行 尊嚴自主 充滿自信 擔任總統七年多以來 我深深的體會到 台灣總統不只是總統 更是代表台灣 而值得信任和沉著穩定 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這幾年來 越來越多民主國家 願意和台灣建立合作關係 就是因為我們行事穩定 值得信任 蔡英文不會信口開河 更不會冒盡挑釁 特別的是 在變局中的台灣 國家需要有戰略格局 決策需要冷靜沉穩 國政需要穩健的執行 這就是蔡英文團隊一貫的堅持 明年1月13號 台灣人民要再一次做出選擇 跟八年前一樣 我依然相信民主 相信人民 相信台灣 我也相信賴清德 四年前 我和清德一起參加黨內出選 我還記得出選結束後 我說 在未來的團隊中 清德一定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四年來 蔡英文和賴清德並肩作戰 我們一起贏得2020年的大選 也一起守住四大公投 我們一起請過三年多的百年大贏 也共同面對去年年底地方選舉的挫敗 這四年來 賴清德協助蔡英文 關關難過 關關過 現在賴清德準備好 從地方到中央 從內政到國際 賴清德有最完整的歷練 他要帶著國家希望工程的國政藍圖 在我們這八年努力打下的基礎之上 持續努力 將國家帶向下一個階段的昌盛繁榮 面對人民的期待 民進黨有團隊會做事 面對人民的批判 民進黨會反省 會感激 面對挫折與挑戰 民進黨有任性 在困境中堅持價值 實現對人民的承諾 我相信賴清德能夠在新的變局中 接放蔡英文 穩健帶領台灣繼續前進 所以 我要拜託大家 2024年團結一致 支持賴清德 民主團結挺台灣 好不好 好 蔡英文的團隊能做事 是因為有立法院做後盾 所以 我們2024年 團結一致 一起支持 Team Taiwan的立法委員 讓未來的執政團隊做事更有力 更有力 台灣 會持續堅定步伐 走向世界 讓我們一起打造 更民主和平的台灣 更創新繁榮的台灣 更公益永續的台灣 讓台灣 永遠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加油 謝謝大家 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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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德 鬥散 賴清德 鬥散 賴清德 鬥散 民進洞 加油 民進洞 加油 民進洞